好 我們補充一個 剛剛的同學 你會發現我的好像比較聽話 你們的好像沒有那麼聽話 差在哪裡 你看我點到誰 有沒有發現我畫面會自動移過去 有沒有 但是你們的好像沒有 所以有些人如果你坐比較旁邊 有沒有 有些人家裡面公園比較大的 他就太旁邊了 就沒辦法移 那這個你可以到哪裡設定 在這邊 檔案裡面有一個叫做參數設置 這個地方 你從檔案這邊進到參數設置裡面 就是這個地方 你把他進來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 我的有偷偷啟用 你們的沒有 因為軟體的預設子沒有 也就是說我在秒看模式的時候呢 你只要點到哪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就會自動移到我畫面的正中間 平常我在用的時候 我會比較喜歡這樣的功能 因為在編輯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預設子沒有起用的話呢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做這件事情 就變成說你要自己手動移過去 可是可能你們在剛開始用的時候 在移的時候會比較不方便 這是第一個 剛剛有很多同學有遇到的這個情形 第二個 我發現同學很會滾滾滾滾 你看 如果你想要把他往後退一點 你們大部分的想法都是用滾輪對不對 可是要滾很久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畫那個有點delay 其實我都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我滾了 這樣比較快 插在哪你知道嗎 在這邊 還好我有準備快速鍵 有沒有 一家 你看這裡打開 有沒有常用快速鍵 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好 這裡先收起來 幾個 畫面的放大縮小 有看到我按哪一個了嗎 是不是Ctrl加上滾輪 按著不要動 你可以Ctrl加滾輪 這樣會比較快 我的做法是什麼 我是用這個 我是直接按住 這一支你應該認識 這一支你認識吧 我是用這一支 中間這一個 我只有壓住它 直接拖曳 這樣等同這個功能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滾滾滾的 滾滾滾的 要記得按Ctrl鍵 這樣就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知道在移動那個畫面的時候 才不會怎麼樣 覺得好像怎麼滾那麼久都還沒到 我就是只有按下這樣 因為我一手要拿麥克風不方便嘛 所以我就像這樣 那我們下面3D的話呢 是只有看而已 沒有編輯的功能 所以你按住滑鼠 左鍵拖曳 它是什麼 好像旋轉角度 對不對 我中間鍵往前往後 中間鍵就是往前往後看清楚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幾個是剛剛同學 在操作過程裡面比較怎麼樣 比較覺得有一點問題的 好